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的一类了吧 而现今特别是军事航空领域 材料问题一直困扰着战机 随着作战飞机任务的多样化 就需要战机可以携带更多设备与武器 但这样一来体重猛增 而传统材料虽然可以保证强度 可自身的重量也是个问题 那么有没有一种强度高又轻盈的材料呢 一边的碳纤维觉得举小手 表示自己可以试试 作为一种有有机纤维堆砌 经碳化及石墨化处理而成的微金石墨材料 碳纤维质量比铝氢 但强度却高于钢铁 在1570度时强度开始下降 并对一般的有机溶剂 酸碱等腐蚀物质也基本免疫 结合高于凯夫拉纤维两倍的纵向弹性模量 让碳纤维材料给现代飞行器 带来了全新的优势 首当其冲的就是重量氢 航空航天飞行器的设计 无不交进脑汁的减重 而碳纤维比各种合金材料都要轻很多 能够飞行器带来更大的载重 机动速度优势 甚至某些方面强度都比合金材料高 其次优秀的抗疲劳性 也可以为战机的部分结构 续上一段时间 传统金属材料 会随着战斗机的寿命增加 或频繁过载机动后 产生金属疲劳 这种疲劳累积会导致结构强度下降 2007年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一架F-15C 就因为金属疲劳 在飞行中来了个断头 还有战斗机不同于科技的是 要经常进行超音速飞行 毕竟你是要急着出任务 或者想打完就跑 那飞得快点是必须的 但要超音速飞行 在突破阴障后 将要考虑空气摩擦带来的热胀问题 当战斗机时速为2.5马赫时 就进入热炸 当时速为3马赫时 机头前沿温度就会飙升到摄氏350度 一般战机的铝合金结构 基本已经达到极限 这种情况下 能依旧自由飞翔的还真是不多 相信这时 很多人会想到美的SR-71黑鸟高空侦察机 但既然有黑鸟 就不得不提到苏联的米格25机机 关注搜索迷彩虎微信公众号 回复黑鸟了解这对冤家的详情 讲个道理 一架飞机全身93%钛合金材料 就算是美的自己也玩不起 而且战斗机飞得太快 并无卵用 搞不好还可能错过目标 因此 在机体温度并不是很极端的情况下 碳纤维材料完全可以承担重任 而说起这碳纤维 在航空领域的应用 应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这时期 美国研制的洲际导弹 为了追求打得更圆 带更多弹头 三级可提 全都采用当时贵的要死的 碳纤维复合材料减重 F2采用了约为24%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保证猛禽能妥妥地飞到2.25马克 这以迷航领域 波音787与空客A380 高达50%碳纤维的使用 还有一个价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都要高的卫星 也是大量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拼命减重 另外就是我们日常高级的钓鱼杆 自行车都是用的碳纤维 但就是这么牛的碳纤维 却有一个致命弱点 抗通机性差 也就是说 如果在飞行中 碳纤维的构件 遭受飞鸟或者猪队友的撞击 会是件很悲剧的事情 甚至有人调侃 维护时 掰手掉在上面 都有可能让飞机报废 这是为什么F-2等战机 也只是仅在机翼等部位使用碳纤维 而整体框架 却仍使用合金材料的原因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发展 自己的航空用碳纤维 而走在前面的除了美国 还有东营 没错 日本在合成材料的研发方面 确实很有技术 其自己的T-800级碳纤维 已经被用在了空自的F-2战机上 而且已经开发出了T-1100 我们的T-10000研发出来 但还没有量产 并且更有人放言 日本的复合材料技术 比美国还要好 对此胡哥表示 那请你解释一下 F-2和F-35上使用的IMR级碳纤维 为啥是美国制造呢 事实胜于雄变呢 虽然这负责量的争论还没有停止 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日本一直把持着 全球碳纤维市场份额的60% 我们在高强度碳纤维上 也一直是被日本卡脖子 无奈受制于人 却又无法自给自足 我国早在60年代 就已经开始了碳纤维的研究 进度一直缓慢 且质量不高 直到近几年 我国开始大力发展 复合材料技术 T700 T800级碳纤维 可以自给自足 摆脱了被钳制的状态 而且16年爆炸过研制成功 M60级级别的高磨量碳纤维 制造成本比国外更低 正在进行量产研究 而如今 中国复合材料技术 开始了新的发展 胡哥相信今后 我们的尖端武器上 也将越来越多地使用 自己的优质碳纤维 复合材料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奖堂 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